戶下求車的吳宗憲 受壓兩天後被檢方提訊 沒想到檢調清查後發現 原來最大咖貨主不是別人 就是吳宗憲 他自己 誰買的 這個住民家 嘴巴緊閉就是不肯透露 究竟誰買煙 只是這回走四億萬零九條焰 爆出當中有三千五百條 就是吳宗憲購買 超過總量的三分之一 這樣的數量實在驚人 比起兩任總統八次出訪 整機的團購量還要多 但明明吳宗憲就不抽煙 難道是配合私消走私 還是自己轉賣牟利 同樣被收押的張橫嘉 至今還沒被提訊 但這樣行之有年的露喜 早在吳宗憲接手前 都是由張橫嘉一手負責 千六次出房採購 直到遭到內部檢舉 有金錢糾紛 才轉由吳宗憲接手 但吳宗憲從今年三月接任 僅僅出房兩次 買煙數量暴增好幾倍 外船想趁最後一趟 海捞一筆傳言 似乎越來越真實 不要掌握直行 小心喔 小心 我都在第一次替死鬼了 檢調歷經數部約談 而涉案的三大關鍵人 吳宗憲 張橫嘉 黃川珍 三手機也送進數位財政分析室 檢調在黃川珍手機內 查到疑似團購免稅群組 離頭不乏華航內的空姐 疑似也有外交部人員 透過群組向黃川珍詢問價格 並且下定 只是如今事件爆發 群組內的成員也著急詢問 快被查到了怎麼辦 團購群組人員 似乎都在喘了一旦 案情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檢調繽紛六路 搜索空瓶華善 從神明房間 帶走相關清澈資料 就是要釐清吳宗憲如何 隻手遮貼 又是如何大膽用專機走私 讓自己荷包賺滿滿 記者阿公 楊麥王千玲 台北報導